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86年开始占用大汉溪河川地回填炉渣水泥块 然后高达23万多公顿 那员工性态砂石厂的员工作证 炉渣全部是填在他们这个里面厂区内 是老板叫我填了 为了要填洞就填废土 废土中有夹杂垃圾 填完废土再填炉渣 所以我的意思说填炉渣是早就有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北区水资源级做的中庄调整池的计划 还说这里面没有什么 都而且去检测也都没有发现这个有害废弃物 现在呢 事情大条啊 我们花那么多钱所规划的中庄调整池 这么多人 这个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要靠他喝水 不但这样子 这个我们还有一个国家投资18亿元的大西浦顶计划区污水下水道 BOT案 这个已经标出去 而且是新加坡一个公司得标 这个污水厂占地4.87公顷就紧淋在中庄调整池旁边 不打紧哦 我们这边哦 还有报道 是中国时报 去年10月1号的报道 就是说核能研究所的大汉西畔的管制区 就在中庄调整池的直线上游两公里 那边有高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厂和储存厂 而且当地的一个县议员叫陈志文 还拿出核研锁处理放射性废弃物的收费单 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的核研锁现在还在持续接受核废料 放射性的废料 那这些处理过 他的处理一定要这个有污水嘛 也是排出来啊 所以中庄调整池 当然我知道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私有地 是非常适合这个可以施工 可以快速施工 问题是 他刚刚我讲的那些 他的环境以及 你现在这个中庄调整池上的土地 这个已经有炉渣 炉渣事实上集成灰 他只要混入那个飞灰的话 集成灰 集成灰事实上就很有这个容易有戴奥心 那我们如何保证说第一 这上面的污染是百分之百被清除的 就算清除完了你旁边紧离的污水处理厂 上游两公里处直线距离又一个和这个核研锁的这个处理厂 那怎么办 谢谢田委员 田委员对这个污染的事情很关心 那么在这个水资源局 发现这个地方可能 过去有埋藏很多污染物之后 在99年去年 特别委托工业做 深入而且更密集的 这个调查 因为这个你还没有开挖不晓得 所以他这个比较密集的点区去挖 所以目前挖出来大概那个 有害事业位置物是差不多600立方公尺 那么一般事业飞机物大概有20万立方公尺 目前我们针对这个河道里面 要施工的这个河道里面 有害事业飞机物大概不到600立方公尺 接近600立方公尺 就接近600立方公尺 那一般事业飞机物大概有20万立方公尺 这样的一个规模 你的所谓有害肺机物是哪些有害肺机物 有害肺机物 同仁说的是依照废机物清理法 分类出来的东西 你知道有细节吗 那个卢渣 飞灰 有没有含戴奥新 还是含千铜 有测过 没有 公园院已经测过了三次 我想那个细节恐怕 我想次长这样子 因为我的时间也有限 这个因为牵涉到公共安全 公共健康公共安全 所以你们这一个 是不是依照行政程序法 到地方上去开听证会 然后让地方上人可以共同来把他们 因为他们长期都住在地方 那他们的讯息事实上会比我们零通 到底 因为你们说请公园院 公园院的也不住在旁 不住在当地 所以他检测就像这个桃园环保局 他还陪同了这个桃园的地检署去 结果每一次都挖不到 每一次都说没有问题 结果现在事情这么大条 这一次因为公园比较密集 比较密集的这样的话 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我想我们那个水利署 署长就很了解 我们乌山头水库 陈娇华老师他自号要报去 他们自己去做监测警 他们也去验了那个 我是说是不是 我们用一个平行调查 也给民间团体 环保团体以事全宜 我们但愿没事 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并不是要找查 为难你们 我们但愿没事 为了确保没事 这些长期关心的民间团体 我们也让他来参与监测 他们所送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在旁边一起取样 然后送化验没有问题的话 我相信你们的动工会比较平顺 那不要说为了贪快 然后民间的疑虑 你们都 就一个 你们讲的就全省 然后到后来的 这个会引起很大的风波 怎么样 这个部分我是不是把最新的进展 请杨苏长简单做一个 最新的进展 那个署长未来可以用书面跟我讲 我现在是讲一个新的构想 就是说让民间有一个机制 跟管道可以参与 就像我们那个治水条例 也有民间监督嘛 后来发现这个制度很好啊 民间可以参与 事实上民间也可以成为我们的 那个之前 之前本来有开过 不过我们再开一次好了 再开一次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应该有一小 因为那个乌山头水库 是陈嘉华老师自掏腰包 去做监测警 去请人家化验嘛 他后来就是被那个黑道打了 那那个我现在意思是说 不要每次都叫这些 一穷二白的环保团体 自掏腰包 我们编一小部分的经费 就是说让他们也有机会 来这个检测 然后来这个 但是取样的时候 我们的人要在现场 说他取样的过程是要按符合标准的 这样子以遭公信 如果他自己取样 我们也承认他的取样 然后撤出来 没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没话说 那大家也比较安心 好吗 我们原则上会 会 会再 再办一个说明会 那么 你要不要请那个阳书长说明一下 他们实际上可以怎么做 是感谢委员的关心 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 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调查 也开过两次说明会 不过因为地方既然还有疑虑的话 我们在进行之内 再开一支说明会 那我们也了解 当地的林长茂先生 很关注这个案子 我们的调查过程 他大致上都有参与 但是呢 我们很乐意把 我们现在所做的调查的资料 再重新摊开来 请大家来跟我们指导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做到滴水不漏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 有害的废弃物 确实没有带凹心 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检测 因为我们很担心 有的话 那这个场子就必须要重新考虑 检测的结果是没有 所以现在的这些清除的计划 分成两阶段 有害的部分 有毒的部分 有害对不起 是有害的部分呢 大概有600立方公尺 会优先清除 马上就要开始做了 那清除完以后 我们会做检测 接下来就是处理 大概有22万吨的 无害的部分 一般的废弃物 那这个程序 一定会按照相关的 环保法令的规定来处理 而且会非常公开透明的方式呢 让地方了解 我想署长请你要注意 就是无害的话 也许是家庭废弃物 但是家庭废弃物里面 它可能有日光灯管 它就会有水银 然后那种电池会有铅 所以这些东西 可能不要说 因为它是挖出来是家庭废弃物 所以你就认为无害 或者没有去检验 搞不好那里面 因为你们可能挖到 这个是世界废弃物 你感觉比较凶 你就去检查 家庭废弃物就不要紧 搞不好 这个清楚的时候 我们非常小心 也会有问题 不是清楚你要去化验 好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说让环保团体 或者民间团体 也有一个机会 就是或者他们可以去聘请 他们所信任的学者专家 也一并来 这个参与这个调查跟检测 我们很乐意再开一次会议 让邀请他们来一起来参加 过去已经开过理事会了 但是他们如果手头上 没有任何的检测 他们怎么参加呢 已经有参与过检测 不过我把这个资料再摊开来 请他们再来 大家看一下 好那你所找到的有害废弃物 到底有哪些 这个有毒的物质 有害的物质 你在那个书面报告一起给我 好 那还有就是说 你们也要在说明会 下次的说明会里面 再一次 说清楚 对不起 主席再给我30秒 就是说你这个中庄调整池 直线公里 它就在我们核能研究所 这个高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厂跟储存厂 直线距离下游两公里处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就像无分手水库 陈江华老师去把整个地址 断层都找出来说 你这个会不会最后就渗漏到 中庄调整池去 这些你都要去做 好不好 因为才两公里 稍微看地坦稍微看怎么 就去 我们把这个部分也做一并的说明 我们现在所调查的 所了解的 而且包括合研所那边 所他们所做的清楚的这个状况 我们一并在那个会里面来做说明 你先把那个报告拿到我办公室 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田丘警委员 谢谢我们的伙伴